《天网》 《天网栏目》 正在享受生命中最美好的一段岁月 三年前 她稀后了甜蜜浪漫的爱情 两年前 她迎来了聪明可爱的宝贝 一年前 她找到了称心如意的工作 她无论如何也想不到 幸福时光竟然如此短暂 今天这个夜班将是她最后一次出现在生产线上 此时对于即将遭遇的灾祸 她没有任何预感 零点十分 王某如期完成了预定的工作 顺利交搬 一天的劳作结束了 爱美的王某终于可以脱下千片一律的工装 换上属于自己的颜色和款式 当时穿一件 应该是分音色的一个外套 很轻的那种 应该是沙的那种 很轻的那种 骑鞋这种车呢 能看出来 飘得很厉害 在于是书和文当时头发很长 留着披肩发 这个长雀以后 到他家以后 在四公里左右 等于距离 那下了班之后 他换换衣裳 从厂里就回去了 一半四分钟左右就回去 令人不安的是 当天晚上 王某并没有回到家里 妻子整夜不归 电话关机 事先也没有跟家里打招呼 丈夫李某心里有些纳闷 但他并未多想 一种不祥的预感 在办案人员心头 营绕不去 警方确信 如果王某半路上遭遇不测 或多或少 总会留下某种痕迹 不久 从事搜寻的民警 果然有了一个重大的发现 家属随后证实 这正是和王某一起失踪的电动车 他怎么会在这里 此处距离王某回家的马路 不过一百米 民警仔细搜寻周边地带 仍然没有发现王某的踪迹 那么当晚到底发生了什么 电动车基本没有损坏 有轻轨的一个插滑的痕迹 但是不想冲击了 这个强烈的一种冲击 警方推测 当晚有人在半路上 拦住了正在骑行的王某 然后对他实施了野蛮的侵害 而作案动机可能并非钱财 如果是偷财的话 电动车才也没要 你说女工呢 上班谁还贷很多钱 就是觉得以后 选择在半夜 对单身女工 就觉得以后 这个劫色的可能性比较大 在侵害完成之后 那些不法之徒 将无辜的王某 带到哪里去了呢 回家途中 年轻俏丽的女工神秘消失 电动车落入陌生人手中 难道他们只是为财而来 已经把所有人交出 还会被财了 深夜时分 面包车行踪诡异 灯光变换 水龙洞察其中的玄机 为了隐蔽 就洗了灯 洗了灯以后 来控制一个规范 夜路惊魂 天网栏目正在播出 一气在河沟中的电动车 传递出一个不祥的信号 年轻俏丽的王某 可能遭到了野蛮侵害 被不法分子控制 身处险境 警方必须尽快找到破案线索 萧丽观庄村村头 王某回家的必经之路 夜路上发生了一幕 也许被某个无声的目击者 记录下来 到了凌晨四点多钟的时候 发现有两个人 前面一辆骑摩托车的 后面有一个人 骑着一辆电动车 都不快 骑着以后一起往北斗 沿着这个路往北斗 从两人鬼鬼祟祟的动作中 可以看出 他们在寻找理想的藏匿地点 这两个人显然与王某的失踪 又直接关联 警方推测 同乘一辆摩托车的两名男子 盯上了独自回家的王某 心生胆业 一路纹随 在某个偏僻的路段 他们用摩托车 逼停了王某的电动车 共同实施了野蛮的侵害 眼前的情景再次加重了警方的担忧 两名同伙一起过来抛弃电动车 此时王某本人又是什么状态 通过看这个监控 应该确定 发生下人在两个人以上 已经把受害人 解释 还可能受害人又被害了 嫌疑人就在眼前了 可是令八个民警感到万分着急的是 他们根本无法识别 两名可疑男子的相貌 也看不清摩托车的牌号和其他特征 从工厂到王某所住的村庄 沿途兼顾摄像头不止一个 摩托车未遂电动车 并且实施作案 总会有一个过程 民警相信 肯定能找到比较清晰的影像 但想到就确定了 一视频去找查 一查去找人 从而确定按压的这个供应 这个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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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警方感到棘手的是 沿途急出监控的画质 都非常粗糙 加上夜色漆黑 只看到大的小小车灯在闪动 一时难以变清 哪个是王某 因为确实它那个监控 也很远离的路 只能看到个打气的清晰 有灯光能看成 如果没灯光能看不见 于是 民警索性从车灯入手 它这个电动车呢 有个特点 原来这个车上 披露一灯 它另外又按了一个大灯 上下辆 从而看到是两万灯 根据电动车的速度 和离开厂区的时间 民警首先锁定了 其电动车的王某 然而 反复查看多遍 却一直没有发现 路上有可疑的摩托车 靠近和跟随王某 难道整个过程都没有在监控中留下线索 在苦恼中 一辆面包车 渐渐引起了帮了民警的格外注意 它就出现是同时的 就是在同一个监控下 看到这个牛的 七个电动车的前面 后边的一个面包车 从后面过来了 开始呢 速度还比较快 接近这个 电动车的 就是这个牛的时候 车头就降了 这条路很快 应该说正常逗度的话 它早就超过去走了 可以断定这辆车呢 就是围追受害人 如果面包车在尾随电动车 那么它又是在哪里直接接触的 在距离前一个监控摄像头 80多米远的地方 还有一处监控摄像头 这也是王某回家 所经过的最后一个 那个地方有片树啊 有打的 看不清 在这个关键眼上看不清 这是这个王某人下边以后 回家逼近的一个人 他还要经过以后 跳入一个寒洞 正是在寒洞桥壁上 警方发现了可疑的灯光变化 就是看见这个车呢 这个灯光呢 往路边靠来靠 正好照到这个桥洞 左手的这个墙壁上 就看见了 只能看见灯光打在那个桥上 整理这个车过来了 侵犯着来了 去的什么也看不清 过了大约三分钟 车子又打开灯光 启动前进 可以看出 这正是之前那辆可疑的面包车 令人不安的是 在这个角度的画面里 王某所及的那辆电动车 始终没有出现 但只看这个监控 只要有灯光能过去 大家就能发现 看了确实 因为这个地方看了很多遍 能来回头看 警方推测 就是在这八十米长的路段中 面包车逼停了电动车 将孤身一人的王某 强行控制 应该就是 把受害人 接触到他的车上 哪个这个受害人 得对受害人 真一步进行撑害 为了掩饰这个罪恶的举动 面包车驾驶员 特意关闭了灯光 为了隐蔽 他就洗了灯 洗了灯以后 来控制这个受害人 然后把它弄到窜上以后 不容易被发现 他关了灯以后 晚上 就好像过来 看不清 直接看了一个面包车 停在那个位置 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警方确定 这辆面包车具有重大作案嫌疑 可后来丢弃电动车的摩托车 可能属于同一个团伙 我们就推断了 有可能在躲完案之后呢 嫌疑人不放心 不放心 然后骑了摩托车 来把车转移了 就是我们就推翻了以前 骑摩托车 拦解嫌疑人 就晚上不停地摆车 我们就是没事嘛 在桌上听听歌 吹吹牛 如果这是无害的游戏 只是与朋友同乐 为什么还要刻意多少 他自己想 就要不能挺过去 肯定也没什么事情 夜路惊魂 天网栏目正在播出 警方锁定了可疑的面包车 但是监控中的画面 无法呈现他的细节信息 除了车等以外 真看清打听一下车身 你想车配合 车里成多的人员的状况 都看不清 你只是看清 它是一个微型面包车 我也感觉这种形状 就是它不是那种很大的 一个面包车 不是很大的 不是那种加长的 是一个微型的 然而 这是警方目前掌握的 最为重要的破案线索 侦察员必须耐住性子 将零散的监控记录拼贴起来 勾勒出面包车当晚的行车滚计 我们只能是通过这个监控的 一队一队的时间 行车的时间 去腿断 哪一个车就是行车辆 令民警感到诧异的事 案发前后 这辆面包车像个幽灵一样 一直在伊水仙城区的街路上 来回游荡 几乎没有停歇 基本上以后 整天晚上 这辆车都没有停过 一直在行驶过程 就更加觉得以后 这辆车晚上干什么呢 一天晚上不住下 再干什么呢 经过三天多的梳理和比对 办案民警终于在城区的 一个交通卡口 获取了行驶车辆的清晰图像 这是一辆银灰色的念包车 我们就能看清 它是一个什么差型 我会以后它就插号 如秋皮169M就看清了 到这时候位置呢 我们就觉得以后 得到重大的收获 照片显示 驾驶者是一名男子 上半身赤裸 显得很健壮 通过查询车辆登记信息 和外围走访 警方确定 经常驾驶这辆车的 就是车主的丈夫张某 张某24岁 以水县夏卫镇 夏江域村人 近两年 一直在县城建筑工地上 承报工厂 七八月份正是建筑施工的旺季 张某每天从早到晚都在工地上忙碌 而她的面包车就停在附近 据知情人介绍 张某长期住在工地宿舍中 虽然自己有车 但她很少回家 张某她平时住在伊士 虽然结婚了 但是不回家 平时白天干完活 晚上没事 也没有个娱乐的地方去 他们经常的 就是晚上吃了饭 喝酒之后 开着车到县城那边 开发区平和达到这一带以后 就东风 转了味 也是寻求特技吧 这一情况进一步加深了警方的怀疑 因为失踪者王某所在的工厂 正处于紧邻县城的开发区一带 而当晚开车的男子 应该就是张某本人 他极有可能参与了这起案件 办案民警没有贸然接近张某 而是通过电话 约见这位包工头 他问了以后 你找我干什么 我们那一回 也是动了在脑子 就是 我们一回想大功 你看一回行吧 你不是一回全英雄吗 他说那好吧 找到了一个可疑的联系人 一个五母 给他案发前后联系比较多 这个五母 本身是人屯 小学同学 没有结婚 平时也住在一层 更让办案民警感到兴趣的是 从事广告派安装的五母 一直保持着一个生活习惯 通过我们的调查 都方了解 五母 也确实戴手表 这个车上 那个戴手表的这个人 应该就是五母 不出警方所料 五母落网后 所有供述 与张某保持了惊人的一致 看来警方必须找到更为直接的证据 两名犯罪嫌疑人才会认罪服法 这时 办案民警在嫌疑车辆上发现了疑点 大家可以看 发现这个车也很整洁 这个车套也是全新的 不是那种说当时系的 用过很久的车套 应该是说港换上的 下口照片印证了这一判断 以前那个车套呢 它是花纹 是戴斧子的花纹 一个圈 一个圆 里边绣着斧子 恰恰在王某失踪后的几天内 张某更换了灭包车的所有座套 这难道仅仅是一种巧合吗 当时是这样的 当时那个 我买了个西瓜 我说然后你可以切开它 切开之后 我搁了付加十多 然后躺起来就熟 你这个多车以后换了以后 放在哪个地方去了 它就得不是具体的地方 也会说 冷了 也会说放在哪个地方去了 民警推测 当他们侵害王某的时候 可能在原来的座套上 留下了某些难以抹除的痕迹 最终 在它这个新座套的地步 发现了有靴子 血液成果的迹象 通过提取这个靴子 做DNA也讲述了 与受恨一致的DNA 整一步讲述DNA 这两个人是犯费先人 在证据面前 张某和吴某的攻守同盟 很快瓦解了 明明是罪大恶极的行为 在他们眼里 却有着无法抗拒的吸引力 说到这些话题 他人其他人都 对手不喝 都打通着 一杯就喝 酝酿已久的邪恶念头 一旦得到同伙的鼓励 就一发不可收拾 我想这个广告 行吧 这就不是感到 夜路惊魂 天网栏目正在播出 2014年7月26日深夜 在独自回家的路上 年轻的王某 到底遭到了什么 他现在又在何处 犯罪嫌疑人 吴某交代 当晚十点左右 他突然接到 老同学张某 打来的电话 最后张某又接上了 同村村民张某华 像往常一样 张某将面包车 开上了城南的冰河大道 开始了漫无目的的游荡 啤酒和音乐 让这些年轻力壮的男人 兴奋不已 这时开车的张某 提起一个老话题 如果有的 要不玩玩弄事 我就想见一遍 我说你玩两个手 通往聊天 聊这么多 聊个三两次 跃出来就能玩 他说哪都不合玩 想玩个刺激 这个音乐 真以为了一个就是 臭乎小偷 一说到这些话题 他说其他人都 对手符合 都大通这个事 一杯几个 在冰河大道上 来回转悠了半天 三人还没有找到 合适的目标 吴某提议 开到开发区一带 物色一个像夜般的女工 然后哪边是 哪边那个 比较偏 但是呢还有女的 我说快点过去 我就过去 此时已经接近深夜零点十分 正着工厂下夜班 三个人很快就盯上了一对 骑车的女工 一路尾随过去 刺激作案 关系的时候 碰着一开始碰着亮 我是没发动 算了吧 我就 他没说什么 我就开始 他就往回走 面包车刚刚掉头回来 三双邪恶的眼睛 就同时盯上了 独自骑行的王某 一个当时女性 在凌晨 行驶在这个炉热上 很容易 其实发生相对 发生行为的事实 对面包车的一场举动 年轻善良的王某 丝毫没有察觉 而一场灭顶之灾 不知不觉 就悄然降临了 王某觉得情况不妙 可是已经无法躲避了 当时车子抖了 我一看我也抖了 我就下意识地 下去给扶起来了 他就是为了防止以后 边缘感觉 在这地方发生了什么事情 如果把它扶起来 放在路边上 就不容易引起边缘的注意 就觉得以后 这是谁呀 把电动车放在这里 去干什么别的事去了 造成一个假象 吴某和张某华 控制了圣诞力薄的王某 张某随即驾车 离开现场 在地处偏僻的 以水大桥附近 张某停下车 三名男子对王某 实施了令人发指的性侵害 然而 罪恶并没有就此终止 因为他们这番个人 都有代号 老大老二老三 其中有一个 换了另外一个 相应的名字 呼唤 呼唤 我按住了 你们 我叫名字 我只叫了风话 我有名字是什么 C字是 长风话 是网风话 我只叫了一声风话 谁叫你叫了一声 吴某没有想到 这一声习惯性的呼唤 却让同伙感到极度恼火 那一个是 已经暴露了 然后他回处的时候 快不得浓舍 这是第一句 第二句快不得浓舍 一边都说了 三个边 他认为 如果不杀害 这个受害人 受害人报了案 很可能会破案以后 就抓换 目的还是逃避打击 实际上 他为了逃避 抢架这种犯罪 这种犯罪 而实施了 更加严重的犯罪 杀了人 2014年8月4日 根据犯罪嫌疑人张某的指认 警方从当地 虎玉村附近 一座孤入寒洞内 找到了被害人 王某的尸体 由于犯罪嫌疑人的毁尸灭迹 几天前 还是年轻俏丽的女子 此时已经变成一堆枯骨 张某 吴某和张某华三人 因涉嫌强奸罪和故意杀人罪 被当地检察机关批准逮捕 他们必将为自己 野蛮凶残的犯罪行径 付出沉重的代价 然而 这起恶性案件 所造成的疮痛 可能永远无法抹平 丈夫失去了心爱的妻子 年幼的孩子 失去了温馨的母亲 谁也不知道 这个破碎的家庭 怎样才能找回 往日的温馨和欢乐 为了避免类似的悲剧 再次发生 当地警方启动了 警灯闪烁工程 对工程集中的开发区一带 加强了夜间巡逻 同时 警方提醒夜间下班的员工 一定要急棒而行 做好安全防范 不要给犯罪分子 以可乘之急 一个蒙面的持刀男子 两个无助的女服务员 一张清晰的面部解脱 英俊的面堂 温柔的恐吓 生活安稳 他为何铤而走险 一张照片 临近如何大喊捞针 迷失的青春 天网盘幕近期播出